在本节视频中,我们讲解象棋棋盘的绘制方法 单击创建新闻档 在名创位置,我们输入象棋大师 大小为A4,方线为横向 单击确定完成创建 接着,单击图纸工具 再复制 复制完成后 移动位置,调整位置 移动位置 解散群组 删掉多余的两个 进行群组 接着,全选对象进行一个群组 然后复制一个 进行一个移动 然后,单击水平镜像 接着,使用矩形工具 绘制一个矩形 然后,调整位置 和大小 调整完成后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然后,拖回到页面中中间 然后,调整轮廓线颜色为红色 填充对象 解散群组 选中矩形 按Ctrl加Add键 放置到最后 填充一个颜色 全选进行群组 接着,接着我们导入文本素材 然后,将文本素材 拖回到页面外 解散群组 然后,将储核和焊介 拖回到页面中 进行一个调整 硬缩放 打开对取分母面板 单击,单击水平居中对齐 然后,进行一个群组 然后,全选两个对象 单击垂直居中对齐 接着,吸取文本的颜色 选中对象 填充 轮廓向盐色为 储核和焊介一样的红色 全选 进行群组 接着,我们导入背景素材 然后,进行一个缩放 然后,按P键 放置在页面中间 调整位置 然后,再按Ctrl键 A的键 放置到最后方 然后,选中棋盘 为其添加一个不透明度 选择类型为标准 然后,透明度操作为底文化 接着,再设置 开始透明度为11 接着,进行一个缩放 拖到页面中 进行旋转 接着,使用椭圆形工具 或者一个正圆 然后,向内进行一个缩放 接着,填充颜色 选中,里边的对象 填充颜色为一个黄色 去掉轮廓线 外层的对象为一个绿色 去掉轮廓线 然后,使用调和工具 进行一个调和 调和完成后 进行一个缩放 然后,拖到页面外 空白位置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然后,进行一个复制 按Ctrl加D 进行再制 全选 向下 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将纹本 拖跃到页面中 然后,将纹本 拖跃到象棋中 排列 分别执行一个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一个聚中对齐 调整完成后 我们选中一些文字 将其变化颜色为红色 然后,再分别选中 进行一个群组 然后 将象棋棋子 拖跃到页面下 进行一个缩放 然后,拖跃到页面中 进行排放位置 然后,再全选 棋子进行一个缩放 接着,再调整位置 调整完成后 全选 进行一个群组 接着,把象棋大师的文字 拖跃到页面中 进行一个调整 进行一个调整 按,Ctrl加Home加 放到最上方 一缩放 然后,选中象字 填充颜色为白色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拖跃到页面中 接着,使用椭圆性工具 然后,为其添加一个标准的不透明度 然后,为其添加一个标准的不透明度 选中间的对象 填充颜色为黑色 第二层,颜色为黑色 然后,调整大小 调整完成后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缩放 拖跃到项字的位置上 进行一个调整 按,Ctrl加配置档键 放置到后方 进行一个调整 调整完成后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